欢迎继续回到开市感浪的环节 我是郑美琪 先和大家跟进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看到三大指数暂时就要下跌 上证跌着15点 最新部4385点 深证城市14999点 跌66点 护心300指数4729点 跌17点 要分析A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先请来我们的分析员 就是我们研究部的高级分析员 阮子汽Harry 早安 早安 看到A股昨天继续向上 上证更加重上4400点 当中创业版的指数更加升穿过 在3200点之后 又再创历史新高 情况似乎不错 不过单看他们的成交是有收缩的情况 比起之前的强势就有点不同了 再加上即市的波动都比较多了 市值不断升 其实获利的沽盘的压力就越来越大 其实你怎么看A股调整的压力是否越来越大 如果A股来说 去到现阶段4400点左右 我会觉得那个压力会有点在 因为其实指数的升势 是比想象中快的 这件事就要大家 看一看创业版的走势 现在创业版的上升 或者下跌的本身的指标 其实我看到是成为了内地市场的气氛的风向表 所以对于创业版 如果计算昨晚的消息 就有少少不利的因素 见到很多报章也都传 中正监 叫了内地的基金 本身去问一问他们 究竟他们会不会买一些创业版里面的股份 又或者是炒作里面的股份的速度是太高的 这些消息一传出来的时候 其实在内地股民的看法上 就会觉得中正监可能会按一按创业版的升势 对于气氛上会有少少打击 所以整体A股而言来说 如果你计算内地的报章头条 其实大家都会说有一些深港通 又有少少说中俄里面的一些发展 如果你以消息面上来说 其实是不伐消息去炒作 但大家都会看着中正监的动作 始终创业版的升势 以往中正监见到股市很刺烈的时候 他们一定会做事 这个态度上来说 可能他酝酿在来周五 都会在创业版上加少少限制 例如基金不能买太多 又或者是会按一按当中的一些的升势 所以今天来说我相信上证指数 开头早市的阶段 创业版会比较波动 第二件事 A股可能会酝酿一些回调才会再上 所以以本身整体的大位气氛 大家可以留意下周会有三红月度的数据 会走出来的 看看本身的月度数据的表现是怎样 现在我自己的预期 都不方做得到哪里了 所以这个数据如果做得差的话 会不会在下午又有那些 减跡、降净的那些 憧憬在那里呢 成为了指数的走势 可能有机会向上的因素 创业版纸方面 现在这刻都跌超过1.7% 跌57点 最新报是3192点 如果你刚才说到 如果经济宏观数据做得差的话 其实与其中央政府方面 出手的可能性就越来越高 但大家看到 减息其实都不久 会不会这么快再有动作呢 如果没有的话 短期来说 A股继续整股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高 实际上来说 我觉得其实如果用人行的角度 不需要那么密地去做这些 减息降涨的动作 其实如果你用央行的角度 我会觉得 其实它可以大可以望望的 经济形势是怎样的 因为如果你说看经济形势 我们看到 本身的PMI数字 或者是一些外贸 甚至是物价 都好像有点通缩的程序 放出现 对于本身人行的角度来说 今次降息之后 其实对于市场现阶段 有一样不太健康的现象 就算刚刚说是星期日降息 其实这几天的报章 都看到数据做得一样之后 就继续有一个降息降准的憧憬 好像演唱会end call 每一次end call 我们看到人行是真的做事的 这件事其实不是一个健康的形势 所以人行现阶段 我都希望它不要这么快 两三个礼拜后又降多次准 因为降息降准 你要有一个效果 或者是reflect在数据上 要有些时间 因为你降了息之后 其实对于内银来说 是不是这么快可以借到钱出去 或者借到一些便宜的钱出去 其实他们都会看回一些 企业的实质的质素 他们是否要借先 所以对于人行 或者从中央的角度来说 怎样去促进到一些 本身内银可以成功借钱 落到它的实体经济 反而是那个焦点 所以我会觉得 人行暂时来看 我都希望它 未来两三个礼拜后 就没那么快做这些放松的措施 但事实上来说 大家要知道 在内地来说 A股无论所有文章 讨论区都在说 降息的预期是非常之高的 跟着跟进港股方面的最新情况 看到恒指今天高开66点 在27473点开市 但现在这一刻 升幅暂时保持着 稍微微升 就是0.2%左右 升64点 做着27470点 看港股方面的势头 除了跟着A股方面的走势之外 今天来说有些重磅股 好像腾讯方面 和港交所都要公布业绩 现时这一刻 两个焦点股份 暂时都要轻微向下 有些脚软 应该怎么看今天行节方面的表现 南筹股将会公布业绩 会否继续大事 我会觉得 看着腾讯份业绩 388的业绩充分预期 所以我会觉得 现阶段价钱不是这么直播 腾讯份业绩 我觉得本身大家看着 它的网上金融方面 会否有更多的息息 市场也预料到 它的广告收入应该有一个低基数效应 有一个挺高速的增长 今天如果你看到指数表现上来说 要看多一个板块 叫做大摩指数 MSCI公布了一些检讨结果 现在这秒钟 走入586 中国电力2380 港法证券1776 这些股份 全部都有一个移动在 所以本身 如果对于刚刚立入了 这个MSCI指数的股份 应该是29日才生效 但已经有些资金去追进去 所以如果你看到指数里面 一些个股的走势上来说 看到它有移动 其实就不是一些基本因素 纯粹是因为一些 大摩的换指数成份股 很可能的影响 而指数表现上来说 我会觉得恒生指数 现阶段就看着成交额 现在你说成交额 都是比较疲弱 只剩下1200、1400 这些成交额走出来的时候 我相信指数只会 熬在上个月的一些 比较近期的低位 我会先看27200点 如果指数试下去的机会 机会很大 因为你见到成交额 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那个向下形势 大家会比较害怕 先行沽货 但是去到27200点 这些位置在阻止 我相信大家不妨 就可以试一试捞底 博一个反弹 如果你说今个星期的走势上来说 会试完27200 我预料会有一个反弹 向上看的时候 我会看27800的位置 Herry看法都是神不神乐观 好 谢谢你 Herry 现在跟大家跟进一下 南筹股方面的最新表现 暂时来说 做得最好的南筹股 是恒生银行 11号 升幅超过2% 很快就破了顶 公会见过155.4 现在做154.7 看其他的股份 看到回控 暂时做75.1毫无升跌 中移动 升6毫 最新报106.8 建行升毫三纸 工商银行升四线 中国银行升三线 看另外几只股份 接下来公布业绩的港交所 现在微跌6毫 最新报283.4 中人寿37.4 无升跌 有邦保险50.3毫半 跌3毫半 腾讯控股 最新报156.2 暂时回不超过1% 至于金沙中国跌5线 最新报32.8毫半 看到长和方面 暂时升1.1 新铜基地产升4毫 九龙仓做好 微升5线 中海外5升幅超过1% 最新报29.8 华阳之地 大跌超过6% 现在看到配股动作 拖累股价 跌1.65 现在做25.5 看另一只股份 石油石化股全面向好 升幅不算太多 中海游升幅超过1.5% 现在做12.98 另外两只 中石油升9线 中石化升3线 困难能源升1毫 至于现价做9.17 中国神华未跌4线 最新报19.16 谢谢你Harry 和你做新报 提及股份 又或者指数的相关资产 自己有没有自由 没有 谢谢 我们先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将会和大家跟进 衍生工具市场方面的最新资讯 冷静online再聊 感谢观看 您会面 temples 也许 水